据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沙特阿拉伯将花费必要的资金,来帮助重现保守战争容领的叙利亚,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12月24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发表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最新外交政策,称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后,沙特阿拉伯将介入,向叙利亚提供支持。 特朗普写道,沙特阿拉伯现在同意花费必要的资金,来帮助重建叙利亚,代替美国做这件事情。 看到了吗?单极度富有的国家帮助重建邻国,而不是愿在5000英里之外的伟大国家美国帮助重建,这不是很好吗?感谢沙特阿拉伯。 沙特政府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半岛电视台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记者罗伯雷诺斯音译表示,对特朗普的最初反应是令人困惑的,因为没有其他美国官员对他的发表评论。 而且本发表的当天,特朗普也没有遇沙特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的安排。 雷诺斯称,是凭空出来的,而且问题比答案还多,包括他所说的资金有多少。 我们知道,沙特在今年10月份,文学利亚重建提供了1亿美元,但总统的推文似乎暗示,还有更多的资金即将到位。 此外,这笔资金将如何花费?什么时候付款?最重要的是,在一个被划分为许多不同势力范围的国家,谁将得到这笔钱?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表示,支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范勒曼,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范勒曼10月在沙特驻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内,下令刺沙塔书籍。 特朗普还顶住了来自美国立法者要求就卡书级被杀事件对沙特实施更严厉制裁的压力,称他无意取消与沙特限定的军事合同。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沙乌蒂公司,阿拉伯王国追求的利益与权力的作者,艾伦·瓦尔德·艾伦·沃特,告诉半岛电视台称,特朗普政府叫沙特·阿拉伯,视为该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 而特朗普当然已经走出困境,会捍卫着一战略伙伴关系。 现在,他会说你看,我们仍然完全相信你,你现在必须站出来,并且做一些需要做的事情。 从特朗普的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希望沙特能够真正在该地区有效对抗伊朗。 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哎哟。